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几天正好也有一个朋友问我就是说他如果做视频的话他怎么样去配置是不是有必要去买阵列 然后因为他觉得可能太重了还比较占地方 那在这方面呢我用我自己的经验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是这个比较轻就是说你单次工程project的素材就是拍摄素材 大概在一个TB以内呢我建议你还是就不要买阵列了 就用SSD就好了买个一T两T的SSD作为你的工程储存 然后你买那么一块或者两块的8T10T的硬盘 你给他做冷备份热备份也行 这取决于你这个工作对数据安全要求的级别 冷备份肯定是最安全的 大家不要去总会觉得那个RAID 5啊RAID 50啊这些给你带了备份怎么样的 但在实际使用中它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的 比如说RAID 5的话 当你一块盘的数据出现问题 然后它再去这个恢复的话 一块3T的硬盘可能就是损坏 比如说你这是8盘3T 那你去恢复的话可能就要40多个小时 50多个小时甚至更长 这其实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 我倒建议是大家做另一种取舍 就是说你用冷备份的方式 如果你数据比较重要的话 冷备份最安全吧 硬盘你只要不通电 然后不摔 你放在安全箱里 然后就没有问题 我现在通常是每一个客户 我都会给他留一个3,4T的硬盘 然后储存它的素材 这块硬盘我只储存这个客户的素材 我不需要做其他用处 这样素材是最安全的 当然其实我还有LTO7的自带机 作为我这个长远的备份 还有蓝光碟 蓝光碟我最近给一些小体量可忽用吧 因为蓝光碟也就是个100多机 是100多机 大概就这样 LTO7的话 它是15T的 15T的容量 当然是压缩的 不加速的话也就是个7.5 哪个样子 作为长久的数据储存 因为做这个视频媒体行业 其实你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做同一个客户的长期业务 那你为它核聚储存数材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的一个点吧 相对于你去配置一个阵列箱 然后配置满阵列箱 这些东西我也都有 然后它更适合什么吗 镇列箱其实更适合这个多人协同工作的时候 当然从现在的趋势来说我也准备换了 然后我现在的请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讨论一下 比如说移动办公 移动剪辑 比如说在外面拍摄 你需要临时粗简 除个样 然后给导演看 或者是怎么样 我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 我的临时素材在SSD随机带的一块2T的 然后USB3的就可以了 足够了 然后我随时还有块8T的做备份 是两块8T 一块是备份完了以后 比如说你再去拍摄 另一块挂机备份就好了 因为这个机器硬盘度的速度其实比较慢 大概也就是个150 170这个样子吧 MB 然后SSD的速度也就大概在个400-500Mbps 500Mbps那个样子吧 因为有USB3的瓶颈 当然其实你用雷电也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你雷电的话 你的读卡器可能是SATA的 SATA也就是个500多600Mbps那个样子 所以实际上没有太大上本质的变化 然后在这个剪辑工程呢 我是储存在我的百度网盘 然后我的百度网盘是跟我家里的NAS 是有这个备份的 就是有互相备份的协议的 就是说当我在异地工作的时候 我只保存project的文件 你素材文件肯定是在你的硬盘跟冷备份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对素材的管理要做好 那你可以冷备份一个 然后回来以后把素材拷贝到本地 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涉及到协同工作的话 我一般会可能是比如说 备份两样盘这些顺风发 发给另外一个剪辑师或者调测师这样 然后两样地可以同时开个工作 然后想想还有什么 现在呢如果是大家是小工作室组件 我觉得就是NAS加SSD加机械硬盘 大容量机械硬盘冷备份这样是比较有效率的 然后你的素材归纳是很重要的 你的素材归纳 然后出代理嘛 出代理预览 这样的话你编好好 你以后需要哪个素材 其实有一块机械硬盘多取速度其实也够了 然后查找目录吧 你把你输出的这个代理的那个视频 当成你的目录 你查找了以后 那我在冷盘呢 这个什么 当然这个是一种比较节约成本的做法 那现在的话我对自己工作室 我是准备更换另一种办法的 我是想做 因为我这也就是个 经常用的也就三四个人吧 然后我是考虑到做一个 集中 集中使用的服务器吧 集中文件储存的服务器 服务器用光纤连接居于网 用光纤连接 然后万兆的 然后读写速度大概在一个GB 然后当然这个读写速度是接口的速度嘛 我还要考虑到这个 你这个服务器的盘阵嘛 我的服务器 服务器大概我是预计的是 18个盘的RAID50或者RAID5 这样的读写速度应该是两个GB多 然后我粗略一下按两个G来算 然后这样的话 可以满足剪辑师调测师 然后这个音效师 三个人同时工作 还有或者说剪辑 这个调测师B调测师A同时工作 再加上剪辑跟音响 这都是完全满足了的 成本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愿意折腾 不愿意折腾的话 买现成方案最方便 然后估计也就是个 4万多块钱吧 但是你要是愿意折腾的话 去收一个二手服务器 这个比较便宜的 估计一两千块钱 然后你收个二手服务器 就是有点丑啊 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那个太丑了 这个如果大家不接受的话 就收个二手服务器 然后主要是盘位 然后瑞德卡 瑞德卡这个选择好一点的 那就基本上OK 然后瑞德卡选择 像比如说那个戴尔的H730P 什么之类的 然后大家组局予往光前 当然这样的限制可能就是说 笔记本啊 像麦克笔记本这种东西 它可能需要一个转接光电转换的 或者光光雷给你雷电转换的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呢 也比较效率 然后服务器再连接一个 这个备份机 比如说像我用的LTO的磁带机 做备份 它是系统自动执行备份嘛 或者是大家连接硬盘也可以 就是设置好这个备份任务计划 比如说是每天啊 或者是每隔多少小时啊 把服务器的 就是这个共享服务器数据 然后进行备份到硬盘里 或者是备份到磁带里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吧 而且价格也还可以 然后关于这个外置阵列柜吧 就是大家如果用PC的话 就是外置阵列柜必要性不大 如果对于你个人用户来说 其实你一块阵列卡 加硬盘放在机箱里 就OK啦 没必要搞个阵列柜去占地方 真的是 没什么意义 我觉得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担心 就是系统崩溃掉以后 这个巴拉巴拉带来的一些问题 不过一般你系统崩溃掉以后 你系统只要没装在阵列里 应该没人这样干吧 那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数据还是在的 你重装完系统以后 你的数据还是这样 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 关于阵列SSD 应该就这么多吧 我个人还是建议小型化工作室 就是SSD剪辑机械硬盘备份 然后NAS备份工程文件 NAS跟百度云协作 你这个在Premier里边也有设置 可以去自动备份到这个位置 然后你去达芬奇也可以 这样的 还有就是一个关于转码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我机器性能碾压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机器性能很多都可以碾压 去直接比如说都4K RAW 4K 4.6K的RAW 这其实盘速够都OK了 或者说去解一些什么变态的编码 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 你一个人这样做当然是OK的 像我一个人我也不建议这样做 现在转代理 它并不是一种 只是降低你机器消耗的东西 我觉得它是一种让你工作流程更规范 如果你什么都直接上来干 什么都直接上来干 当然直干小货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建议大家养成这种 跟专业工作一样的工作习惯 你转码 卷名 实码 这种东西 你在转码的时候 就给它设置好 因为像Final Cut Pro X 它的尸码就是 很多朋友可能会从大分析导到那里 再导出来有问题 就是因为Final Cut Pro在导入素材的时候 它对尸码做了一些操作 当然导回来 大家其实懂的话 改改设置 然后从真重建尸码也可以 但这样浪费了大家一个时间 我还建议整体转码 然后对素材的管理 第一你要清晰 你的思路要清晰 航拍的 然后早晨的晚上的 然后水下的什么之类的 你要分得很轻 然后这样对于以后 就是一开始来说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小project 然后我直接检就好了 直接检就直接交就好了 但如果遇到你客户 反复修改 反复修改的时候 那就会很崩溃 你最好还是要做好 素材管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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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guests dans speed Continue στη